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再跟大家谈一下中国经济问题 还是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谈一谈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先谈一下朋友提出的问题 就是通货膨胀问题 我在上一个节目中谈到了通货紧缩问题 没有谈到通货膨胀 所以这里就先用最简单的语言 通俗易懂的语言谈一谈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货币是分两种 一种是贵金属货币 你像黄金白银这样的货币本身它是有价值的 所以就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另一种货币是纸币 这就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是用贵金属货币 当时候是用白银当货币 近代又用银元 在中华民国初年是发行银元的 有元大头和孙小头两种银元 元大头就是银元上刻印的 袁世凯的头像 头像比较大 孙小头就是银元上刻印孙中山的头像 头像比较小 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爆贴之后 市面上又开始恢复使用银元 就是因为银元它不会贬值 所以纸币贬值之后还可以用银元 近代以来 所有国家都放弃了使用贵金属货币 改用纸币 但问题是纸币它就是一张纸 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就要靠国家在背后来为纸币的价值 来背书 保证纸币的信用 它的价值相对稳定 而国家要保证纸币的价值相对稳定 最重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纸币的发行量 因为国家财富是一定的 如果你纸币发行量太大 超过了国家的财富 必然就会造成纸币的严重的贬值 所以国家要保持纸币价值稳定的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控制纸币的发行量 那么一旦国家把纸币的发行数量超过了国家拥有的财富数量之后 那么当然就是纸币要贬值 这种纸币的贬值在经济学上就叫做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或者说纸币的贬值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政府发行的纸币的数量过多造成的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的人民币价值非常稳定 这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是严格的控制人民币货币的发行量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没有什么通货膨胀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 北京经常得意洋洋的宣布说 中国一无内债二无外债 货币稳定没有通货膨胀 只要是政府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 确实是可以保证不出现通货膨胀 但现在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也不是好事 因为货币过于稳定 人民就会倾向于去存钱了 就不去消费了 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停滞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人民币价值确实是很稳定 但是也过于稳定 没有通货膨胀 中国的经济也发现了 就是出现了停滞 现在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 有这个轻度的通货膨胀 或者说轻度的货币贬值 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 因为一旦有通货膨胀的话 那么银行里面存的钱 价值就会逐渐减少 这时候人们保留手上的纸币 或者把纸币存入银行 都是比较吃亏的 那么货币的价值越来越少 那当然人们就觉得我吃亏了 所以在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人们就不愿意存钱了 就尽快的把这个钱拿出去消费 这样一来就会刺激消费 同样就刺激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 一个国家如果有2%到3%左右 这个轻度的通货膨胀 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就会刺激经济的发展 当前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都是倾向于稍微多发行一点货币 就形成一个轻度的通货膨胀 对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 在1978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后 人们就感到人民币的那个价值 不像毛泽东时代那么保值了 人民币开始贬值了 这就是因为北京放弃了 毛泽东时代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它就开始蒸发人民币了 所以就出现了人民币的贬值 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 也就是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它确实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也就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上面我们说到 国家主动的稍微蒸发一点货币 造成一个轻度的通货膨胀 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 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国家是被动的 被迫的大量去蒸发货币 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种严重的通货膨胀 就会严重损害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出问题了 政府税收它收不上来 政府的收入就没有了 政府收入没有了 但是政府的支出 比如说像军队 警察 公务员 这些人的工资就是很多的钱 而且还有各种国家机器也需要维持 都需要大量的钱 政府的收入没有了 但是还需要大量的钱去支持这个国家机器 所以只好就靠大量的去增加印钞票 这样大量的增加印钞票 必然就造成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1949年国民党执政后期 因为要和共产党打仗 国民党就需要巨额的军费 而这时候国民党政府税收又收不上来 所以它只好依靠大量的增加货币发行 来维持这个军费和国家机器的运转 这样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商品的价格一天都变好几次 国民党发行的那个金元券 最后几乎变成一张废纸了 所以历史上很多政府都是因为大量增发货币 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 说到这儿 不少朋友可能会提出疑问 现在好像北京政府也在大量的增发人民币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反而出现通货紧缩了呢 这个问题就说到了政府来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方式 政府增加货币发行量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直接把货币发给用户 发给老百姓直接发 第二种方式就是把增加的货币放在中央银行 作为国家一个货币储水池 这里先说第一种方式 就是政府直接把货币去发给用户 发给老百姓 这样做当然是简单明了 但是必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现在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政府是大量的给老百姓直接发钱 这样必然就会导致后来出现通货膨胀 再说第二种方式 就是政府啊 他不是直接的把这个新增加的货币发给用户 发给老百姓 而把这些新增加的货币放到中央银行里面 作为国家货币的触水池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样做是为了刺激经济 刺激生产 因为生产企业他需要向商业银行去借款 去贷款来更新设备啊 扩大生产 但是商业银行他可以借出的钱是有限的吗 商业银行可以借出的钱呢 一部分呢是来自客户的储蓄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中央银行的借款 那么客户储蓄的钱当然是有限的 超过这个钱之后呢 商业银行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向企业去借款 假如说一家商业银行来自客户的储蓄啊 他有储蓄款 1000亿元 那么一家企业想向这一家商业银行贷款2000亿元 可是这个银行自己他只有1000亿元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这一家商业银行就可以向中央银行再去借款1000亿元 把中央银行借到这个1000亿元 加上自己的1000亿元就有2000亿元可以借给企业 满足这个企业借款的要求 但问题是中央银行可以借给商业银行的钱 他也是有限度的嘛 因为中央银行自己保有那个货币量也是有限的 假如说中央银行保有的货币量是1万亿元 那么有这个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去借1000亿元 又有那个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去借2000亿元 这么一来就会把中央银行保有的1万亿元全部都借光了 那中央银行也没钱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政府就可以增加印刷货币 去填补到中央银行这个货币的蓄水池里去 比如说政府我在增加印刷10万亿货币 碰到中央银行 这样中央银行就又有钱 可以继续对商业银行去借钱了 理论上说只要政府不停的印刷货币 中央银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向商业银行去借钱 你想借多少就可以借给你多少 然而企业向商业银行去借钱 或者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去借钱 这都是发生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 就是在赚钱机会很多的情况下 企业才会去借钱的 如果经济运行不好 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企业就不会扩大生产 不会去更新设备 它也就不会向商业银行去借钱了 因为你借的钱也是必须还的 还要付利息 既然企业赚不到钱 就没有必要去借钱扩大生产 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企业就不向商业银行去借钱了 商业银行也就不向中央银行去借钱了 这样一来 虽然说政府增加发行的大量货币 它都放在中央银行里面 等着别人来借 可就是没有人来借 那么这么一来 政府增加发行的大量货币 只是放在中央银行里面睡大觉 它没有流通到社会上去 当然也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了 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北京它增发了大量的货币 它都是放在中央银行里面睡大觉 没有人来借钱吧 所以这些钱它不会流通到社会上去 那么这样一来 尽管说北京政府是增加发行了大量货币 但中国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就是因为这些钱 它并没有流通到社会上去 只是在中央银行里睡大觉 也许有人会说 那北京为什么不学美国 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呢 这样的建议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建议过 但北京政府不敢采用 因为要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的话 它必然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北京很害怕这种严重的通货膨胀 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所以他们不敢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 他们只是敢采取一个比较安全的 增发货币的办法 就是把增发的大量货币 我们存到中央银行 等着别人来借 但问题是 现在中国的经济很不景气 中央银行尽管放有大量的钱 等着别人来借 但就是没有人来借 所以现在北京搞这个增发货币 想要刺激经济是根本毫无效果 那么再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要先说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理解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原因 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一样 都是世界的工厂 日本几乎对全世界各国都是贸易顺差 那是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日本一瞎在全世界赚大钱 也就引发了国际矛盾 造成很多国家对日本发生严重的贸易逆差 特别是美国 因为美国对日本严重的贸易逆差 就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市场 造成了美国的社会问题 进一步就引发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日美贸易战 也可以说当年日本在世界上也是被人人喊打的 因为你赚钱太多总是被人恨嘛 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也觉得 日本这样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是有问题的 它就引发了全世界的不满嘛 以至于日本在世界上被人人喊打 麻烦不断 所以日本政府就想改变日本的经济模式 就要把日本当时那种外向型的经济模式 改为以内需为导向的内需型经济模式 所以日本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就开始要想办法来刺激日本国内的内需 要刺激内需 最大的内需当然就是房地产嘛 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要刺激日本的内需 要大力发展房地产 当时日本政府认为呢 如果有大量的人都来买房的话 那这个内需也是极其巨大的 靠房地产就能把日本变成一个 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型的经济模式 日本政府刺激房地产呢 主要就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让人们可以很轻松的从银行就可以借到钱去买房 日本过去它的住房条件是相当差的 住的房子是非常小 所以当时美国人形容日本人的住房啊 就是说他们都住在兔子窝里头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改善住房啊 确实也是日本人内占了一个很大的需求 人们买房的欲望和冲动都是比较大的 一旦银行可以轻松借到钱 日本就掀起了一个买房热 这个买房热当然就刺激房地产市场是过热 又造成了房价暴涨 同时带动了土地价格暴涨 日本政府也是没想到啊 他们本想去刺激房地产发展日本的内需 但是呢 这个政府刺激房地产却有点刺激的过度 造成了房地产价格失控 房地产和土地价格暴涨 形成了一个房地产的泡沫 当时啊 日本东京一个城市的土地价格 就可以把美国整个国家的土地全买下来 由此可见 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有多么的严重 这样的房地产泡沫 当然是完全违背了自然的价值规律 肯定它是维持不久的 终究是要破灭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 变成了一粒鸡毛 严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 一直到现在呢 日本经济也没有能够恢复到以前的良好状态 那么说到上世纪80年代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泡沫 有四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日本是以出口为导向的 外向型经济模式 日本当时成为世界的工厂 对世界各国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 赚钱太多 以至于引发全世界的不满 被世界上人人喊打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日本政府为了减少国际麻烦 就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模式 要把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改为内需为导向的内需型经济模式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日本政府为了刺激日本的内需 就选择了最大的内需行业房地产 重点刺激房地产的发展 第四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刺激房地产过渡 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最后房地产泡沫破裂 拖累了日本经济一起沉了下去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原因 就是日本经济转型失败 日本想把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改为未需为导向的内需型经济模式 但这个转型是相当困难的 结果他转型失败 内需型的经济模式没有建立起来 而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又垮掉了 这是像中国古代的预言 邯郸学部 邯郸学部就是说 汉战国时候 有一个燕国人就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 看到那个人走路姿势很美 就跟着学起来 结果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的走路姿势 反而连自己原来的那个走路方法也忘了 他只好爬着回去 那么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原因 我们在对比中国几乎这个原因就是差不多 在北京政府也是想改变当前 中国出口为导向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模式 他也想改为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型的经济模式 不想再当世界工厂了 因为北京他也是为了刺激中国的内需 也是选择了最大的内需行业 就是房地产 要重点刺激房地产的发展 结果呢 北京也是刺激房地产过度 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 那么中国这个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裂呢 当然会破裂 因为房地产泡沫完全违背了自然的价值规律 肯定维持不久 终究一定要破灭的 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原因 和日本一样 也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失败 中国是想把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改为一个内需为导向的内需型经济模式 但是这个转型失败就导致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呢 中国这个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日本还不一样 因为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不会上升为政治问题 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就会引发政治问题 所以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这些经验 套用到中国是完全不合适 不实用的 那么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会怎么样呢 那真是叫做无法预测 只有天知道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